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明夜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活祭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有到了今天 活祭的节目时间了 欢迎你收听 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 前几天已经开始的一个主题 基督徒公民 我们怎么样在自己的国家 在自己的地区 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公民呢 怎么样过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 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探讨 能够帮助你在这方面 有实际的一些行动的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头 我们讲到了基督徒在本国当中的责任了 我们讲到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所应该负起的四个重要的责任 第一 基督徒应该感恩 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九到十节 圣经这样的教导我们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认造你们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在这里 彼得特别强调我们所得的呼召 就是要去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 要做一个感恩的人 因为他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 带领我们进入奇妙的光明之中 诗人在诗篇五诗篇第二十三节 这样说道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但按正路而行的 果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那另外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 在罗马书的第一章 二十一节所说的那些 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的那些人 保罗亲戳说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那接着下面的二十三 二十四节就说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人 和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二十四节那说 所以神任凭他们 乘着心里的情欲行 污秽的是 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第二 基督徒所应该有的责任 那就是为他的国家祷告 保罗在提摩泰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 叫做提摩泰说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你看呢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了 为国家和领袖们 祷告是我们的责任 因此 这样可以产生好的政府 为什么这对基督徒来说 是那么重要呢 因为只有这样 福音才能够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为自己的国家祷告 实在是刻不容缓 至关重要的事 第三 神的命令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当中 起言的作用 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十三节那说 你们是世上的言 言若失了胃 怎能叫他再贤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见他了 言有两个很独特的功用 第一就是可以调味 那些爱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能够使他们的国家 在神的面前蒙悦纳 第二 言能够防腐 虽然他不能够杜绝腐败 但却能够防止腐败呀 在神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的基督徒 对他们的国家就有这样的责任 我们曾经看过创世纪的十八章十六节 关于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的例子 亚伯拉罕求神不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 神答应了他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神要在索多玛城里头 至少能够找到十个亿人 那这样呢 神就保留这个有一万人的一个城市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了 一个亿人可以挽救一千个不亿的人 能够挽留神的怒气 如果神能够在我们中国十亿人口当中 找到一千万个亿人的话 那么这一千万个亿人 就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盐了 因此 基督徒在世上过圣洁公义清新的生活 是多么重要啊 第四 我们也讲到基督徒应该维护自己的国家 要说一些积极性的 带建设性的话 有些基督徒以为啊 他们应该为了以自己的属灵为义 而批评国家 那这只能带来反面的结果 保罗在以夫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九节那说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出 即使当我们遇到压迫或者是难处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要持守这个原则的 只说能够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能够得到益出 那今天我想举一个例子了 是一些遵行神的道路的人 在他们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也许我所举的这个例子 是关于美国的 美国这个国家 现在是很多人呢 都很羡慕 我要讲的这个历史的 你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 可能对你来说 会是比较陌生的 我想讲的就是 头一批登陆美洲的那批基督徒 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爱 和对圣经的服从 为美国奠下了美好的基础 这些早期的美国公民呢 他们的信仰 他们对神的热爱和顺服 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吉利 他们都信圣经 又实行圣经 以圣经为道种 种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关于这些人的事迹 可以从一本 由布雷特弗所写的历史书里头 看得见的 这个人在1621年 当时只有31岁 他曾经当过州长 在他所描述的事迹当中啊 我想提出两样 第一 是他做公民的动机 第二 是他为国家所附上的祷告 那首先我们看看他的动机 那这些人到美国来的动机呢 并不是为了钱 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财宝 而是为了基督 要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要表彰平等博爱 那所以他们不用武力 不用压迫的方法 而是用爱 用圣经的真理去指导他们的行事为人 布雷特弗在他的这个书里头啊 很清楚的讲到了 这些早期来到美国的移民 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 传遍这个大陆 那虽然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障碍 可是他们仍然坚守神的信心 也就是对神的信心 和对圣经真理的顺服 布雷特弗曾经在他的书里头 引用过两段经文 来描述当时他们的情况的 第一段是引用了 生命纪的第26章5和第7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 我主原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 下到埃及地区 他人口稀少 在哪里却成为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的果民 我们爱求耶和华 我们列祖的神 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 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 劳碌 西亚 那第二段是诗篇的107篇 第一节到第5节了 圣经是这样写的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熟民说这话 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 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所召聚来的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 寻不见可住的城邑 又饥又渴 心里发昏 第8节就说了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布雷特弗把这两段经文 用在那些人的身上了 这是促使他们到美国来的动机 他们从圣经的教育当中 知道了自己要在自己的国家当中作严 因此他们称谢神 依靠神 不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当中 他们都仰望神 为自己的国家 向神献上感谢 赞美神 他们豁出了 我们这个星期所讲的教训 第二 我们看见的是 他们是一群祷告的人 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需要神的赐福 所以他们就为了国家 附上了他们的窃窃的祷告 向神求取福气 而神也答应了他们的祷告 往往是很戏剧性的改变他们的处境 在布雷特福所回忆描述的历史当中 他也讲到他们所遭遇过的一些困难 粮食的短缺了 又逢到旱灾啊 但是他们却专一的 天天合一的 一起在那联合起来祷告 神就施恩给他们 降下雨来 改变他们的困境 所以无论从圣经还是从属神的人的经历当中 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当属神的人寻求神的时候 神就乐意的向他们施恩的 神是愿意施恩给人的神 但是人怎么样才能够从神那蒙福呢 当然是有条件的了 首先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要寻求神的旨意 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只有通过祷告 才能从神那领受恩典 从神那得到能力 能够胜过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难处啊 那虽然今天我给你举的例子 好像是离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啊 好像是比较远了一些了 但是圣经的教导 他们的精神和表现 以及他们的行为 对他们国家的贡献 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 做基督徒的榜样的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